我发现在法国的很多长期的伴侣 他们都不用套是吧 他们都不太喜欢用套 节日期使用了以后呢 一般是80%的概率 你妈就会停止了 就是说你戴上这个就没有一地价了 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明天法兰西 我是小明 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特别邀请了我的朋友吞吞 然后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 想给大家普及一下 在法国到底是怎么避孕的 我发现在法国的很多长期的伴侣 他们都不用套是吧 他们都不太喜欢用套 对 因为一个是价格比较贵 用不起 用不起 大概就是一欧一个呢 大概八块人民币 然后有些人他不喜欢这种感觉 对 所以呢 我看到我身边的很多法国闺蜜 他们都是采用的其他的避孕方式 比如最常见的就是这种法国 一个叫长期的避孕药 对 它这种避孕药就是你每天需要吃的 它有两种那个类型 第一种是21类的 就是我现在吃的这种 就是你连续吃21天 然后隔7天 在这7天当中呢 你的这个大姨妈就会来 然后来完了以后 你再重新口服21天 就是这 这一把就是一个周期 对 然后第二种类型呢 就是28粒的这种 但是它这个性能是一样的 因为它最后7粒它其实是无效的 对 只是让你有这个习惯 每天每天来吃 这个品牙 不要忘记 对 因为这个确实容易就是遗忘 遗忘 像我每天就是做闹钟 但是有时候我还是会忘 对 所以如果你忘掉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直接用这种节育环 我们叫宫内节育器 每个人的长度不一样 所以它这边预留的一个线头的长度 是不一样的 一旦你是把这个放进去以后 这个线头是留在外体内 但是并不是说体内完全找不到 就是之后五年之后 或者是你想在受孕的时候 你想再拿出来的时候 这个线头再拿出来 再把它就是我接 就可以再次受孕了 对 就可以再次受孕了 然后这种类型的一个避孕 节育器呢 它分为两种 一种是串通 串通的就是它会抑制一个 雌激素的一个风靡 这样就从而起到了一个 避孕的一个效果 还有种就是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种 这种就是荷尔门型的 就国内也叫雌激素节育器 就是它这个功效 也是起到了一个避孕的效果 只是它这个节育器 又使用了以后呢 一般是80%的概率 就是你妈就会停止了 你家就不过来了 就是说你戴上这个 就没有一地价了 对戴上这个就没有一地价了 所以同志们 如果你们不想来地价的话 就建议大家安这种荷尔门型的 荷尔门型的 那一节育器 因为它当然不是说 病理性的一个生理期停止 只是它在使用的时候 它是不产生这个流血的效果 然后如果你想拿掉 之后拿掉受孕的话 你的姨妈还是会正常的费 你这个是多少钱呢 这个价格非常的贵 这个是130欧 但是我法国是全补助 所以免费的 我一边都没有付 但是你安装这个 是要去找妇科医生是吗 安装这个是要去找妇科医生 或者是找你助产室 你要去约一个时间 然后让他们帮你去 去装这个妇科医生 然后我给大家推荐 这个长期病药 我觉得它的这个好处就是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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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觉得它特别便宜 因为它一盒大概是 一盒里面有三盒 一盒是一个月 也就是一盒是15欧 但是一般的这种保险的话 它会报65% 加上我公司有这种额外的一个保险 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免费的 如果你们想要去服用长期的狗病药 你一定要去医生那里检查 然后验个血 然后医生会向你推荐 适合你的这种病药 像我之前也服过一些狗病药 但是因为我的体质是不合适 然后我就停药了 所以就选择了这一种 但是我这种 我已经服用了两三年 我都没有这个服用 所以对我来说还挺好的 然后最后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大家就是以后想用这种 不带套的这种病药方式 大家最好就是和伴侣 一起去做一些安心 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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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城市里面都有 就是你只要戳一个手指 然后当场就出来 然后你们 当时你跟你男朋友做了吗 你跟你老公 我老公没有做 但是我知道我没有 然后他呢 他应该也没有吧 有的话我现在已经 已经要给自己去买坟墓了 然后我和我男朋友也是 就是在吃热之前 我们是做了一个艾滋病检查 确保无故以后 我们才使用的 对 所以呢 在这里要提醒 就是视频前的小朋友们 就是在享受自然地域的 欢愉的同时 你要注意好 保护好自己 以及我们的下一代 对 好了 那我们就下期见吧 拜拜 欢迎关注留学的真相 有任何出过问题 可以私信我们 喜欢我 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账号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